玄德元年囚禁在逍遥城的朱高旭 被忽然历临的明宣宗朱瞻基下领关扣在同纲中 点燃炭火火火烧死 同天朱高旭的妻妾以及他的九个儿子 在一夜之间纷纷被朱瞻基诛杀 从此朱高旭一脉再无血脉 这一举动不仅开创了明朝皇帝杀宗室的先例 更是一直保留至明朝灭亡都无人打破 细数明朝的历代皇帝 开国皇帝朱元璋虽然对待外人心狠手辣 但是对自己同根生的手足兄弟依然保留一丝亲情 朱棣在对待数次想要起兵谋反的朱高旭 不仅好言相劝 更赏下金银周报安抚 就连被称为明朝最无情的皇帝朱玉文 也没有痛下杀手以绝后患 也正是因为这个举动 才让朱棣有了机会发动静难之意 推翻建文帝顿上皇位 而面对一言不合就解决藩王 朱砂兄弟满门的朱棣基 在明朝历史上可以说是最狠的皇帝 那么这一场场的人文悲剧为何会接连发生 究竟是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下 才逼得朱棣基在一天内接连朱砂九位藩王 在朱元璋建立明朝后 曹芒出身的他比其他皇帝都更为注重文化的教育 因此在他闲暇之余就会命令那些皇子皇孙前来京城学习 其中就有朱高絮 只有朱高絮便是耐不住寂寞的性子 在别的皇子皇孙刻苦学习时 朱高絮对着满篇大论看不下一个字 面对老师的教会 他更是随性的合上书本 视若无人的与旁人打闹起来 嬉笑声在这一片朗朗书声中格外刺耳 面对顽劣成性的朱高絮 朱元璋自一开始就不喜欢 以朱元璋所见 与朱高絮一脉相连的朱高赤 比朱高絮好了不止一点 不仅性格温和为人宽厚 更饱读诗书不造不交 在朱高赤的对比下 朱元璋对朱高絮越发的不看好 我行我素的朱高絮在察觉到朱元璋的态度后 毫无改过之意 对学习没有丝毫兴趣的他每天一久嬉笑不止 公元1398年 朱元璋驾崩于应天皇宫 皇长孙朱允文继位登基 称为建文帝 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 刚一上位的朱允文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削弱藩王的势力 以此来解决后患 应该先从谁下手 成了朱允文头疼的地方 就在这时 有人告发了周王的步伐 大喜过往的朱允文立马派出大将李景龙前往周王的封地 以背鞭为名 击贵周王大军并俘虏周王后 将他押送到京城 作为第一个被削的藩王 朱允文下手可谓是毫无留情 他先是剥夺周王的风味 而后又将他贬为平民百姓 最后把他流放到云南已决后果之忧 第二个被削弱的是戴王 见识到朱允文的狠拉吼 立马就有人告发戴王的刑警 生性残暴 剥削百姓等罪名被一股脑安在戴王头上 听闻此事后的朱允文大怒 他挥手废掉戴王并将他囚禁致死 接连消去两个藩王的朱允文并不满足 第二年 朱允文看准冥王 随即以不法式的罪名将其逮捕 接二连三的打击 让朝堂众人都感受到了朱允文的决心 在短短时间里 前后有五位藩王遭到朱允文的打压 囚禁的 被废的 自焚的 一时间藩王人心惶惶 生怕哪日朱允文记起来自己的存在 尝到甜豆后的朱允文将手伸向了燕王朱棣 作为朱允文最为忌惮的藩王 朱棣的势力在藩王之中也是最大的一个 面对一直谨慎处事的朱棣 朱允文一时间竟然找不到出事的理由 终于等到建文元年有人告发燕王企图谋反 此举正合朱允文的想法 于是建文的下令先将朱棣手下的人抓起来 以此来削弱朱棣的势力 同时他又让张国和谢贵率领将士围剿燕王府 面对朱允文必杀不可的态度 坐在燕王府的朱棣自然不可能束手就擒 谋反还尚且有一丝活路可言 想清楚的朱棣立马召集将士准备起兵 作为藩王最大势力的朱棣 张国和谢贵二人所率领的将士 甚至拖延不到朱棣就被朱棣斩杀 在看见统帅死后 跟随在他俩前后的将士 不需要朱棣再动手 就纷纷丢下武器慌忙而逃 处理完燕王府的危机后 朱棣连夜调动兵马去攻打京城九门 面对朱棣大军的进攻 守卫九门的士兵还没有来得及抵抗 就被朱棣俘虏 顺利夺下九门 控制九门后的朱棣 仅用了三天不到的时间 就将整个城池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 从此 北京城被朱棣完全的占领 公元1399年 朱棣正式起兵谋反 长子朱高赤被他留守在京城 次子朱高续跟在他身边 开始了长达四年的战争生涯 尽管朱棣的势力是藩王中最大的一支 但是面对皇帝的争讨 朱棣并不好过 好在在朱高续的帮助下 朱棣的压力被分摊了一些 似有喜爱弄枪五棒的朱高续 奉命跟随在朱棣左右 多次立下赫赫功劳 就朱棣于水火之中 这让朱棣对这个分外像 他的二儿子 有了格外的偏爱 在白沟河大战中 朱棣不慎身处险境 被朱允文大军围堵 得到消息后的朱高续 为了快速营救朱棣 仅率领几千骑兵 凭借一身神力勇武过人 冲入敌军大阵中 于万军从中斩杀敌将首级 救下朱棣突破重位 在东昌至战 面对来势汹汹的敌军 朱棣手下的大将张玉不幸身亡 朱棣再次跌入险境 已经被改为后军的 朱高续不顾众人劝阻 又一次冲破敌对众围的 救下朱棣 面对屡次建立战功的二儿子 朱棣甚至动了 重立太子的心思 尽管朱元璋更为喜爱 沉稳好学的大儿子朱高赤 但是对这个与他 如出一折的二儿子朱高续 朱棣的偏爱只夺不少 在最后一次攻打阵将时 朱允文的拼死抵抗 让两军一时间陷入僵局 久攻不下的朱棣别无他法 只得把这任务交给朱高续 希望这个小勇善战的二儿子 能一举攻破阵将 在朱高续上阵前 朱棣更是道 你大哥身体不好 你要多承担承担这话 在朱高续耳中 无疑是一个承诺 这也为了后面朱高续 横行霸道 肆意任性埋下了祸端 得到朱棣 云诺太子之位的朱高续 果然没有辜负朱棣的期望 终于攻破阵将 击败朱允文 协助朱棣登上皇位 一跃成为明朝的第三个皇帝 朱高续在打仗上是骑兵 但是在智力政治上 明显比不过朱高续 尽管他不喜欢身体肥胖的大儿子 但是储君这位难免顾虑太多 斟哲再三后 一边是他喜爱的二儿子 一边是储君最佳人选的大儿子 朱棣只能违背对朱高续的承诺 立下朱高续为皇太子 面对陪他出生入死 征战沙场的朱高续 朱棣自觉心中有愧 对朱高续的喜爱也是更为明显 在朱高续不肯前往封地时 不仅送去珠宝圈稿 更是为他修改封地 也正是这一次次的纵容 使得朱高续越发的肆无忌惮 永了二十二年 朱棣在北征途中病逝 朱高续顺利继位登记 视为名人宗 在朱棣死后 朱高续的行为越发猖绝 对这个一向宽厚的 兄长朱高续更是看不上 在朱高续继位后 朱高续沉寂许久的心 再次火落起来 这一次他的目标 从太子之位变成了皇位 在此期间 朱高续曾派遣自己的儿子 朱瞻齐吉他的心腹 偷偷潜伏在京城内 伺机谋反 这一举动没能逃过朱高续的眼 对于这个顽劣的弟弟 朱高续没有太过的苛责 不但没有怪罪朱高续 更赏赐给朱高续无数宝物 想要一次安抚他 还把他的儿子全部封了郡王 封朱瞻毯为世子 不过朱高续的忍让与退步 并没有让朱高续收敛几分 反而加剧了朱高续 嚣张的气焰 在行为处事上变得更加放纵 在朱高续回到封地安乐州后 他对皇位寄予的心一刻也没有停下 红熙元年 年仅48岁的朱高续因病去世 太子朱瞻基接替了皇帝的宝座 是为名人宗 朱高续的突然逝世 让朱高续的心更为激动 他甚至想要调动兵力 埋伏在朱瞻基回京路上截杀太子 但是不仅是朱瞻基忙 在朱高续病逝时 远在外乡的朱瞻基正忙于迁移都城的事 而毫无准备的朱高续也来不及部署 只能错过这一次机会 在朱瞻基继位后他对待朱高续的态度 如同他的父亲对待朱高续一样 不仅对他的赏赐多于别人 对他给予的特权也是远远超过其他王府 这让朱高续误以为朱瞻基跟朱高赤一样好糊弄 在受到多次奖赏后的朱高续 表明对皇帝称赞有加感激不尽 而且经常给朱瞻基给予一些意见来表达自己的忠心 朱瞻基面对朱高续的禁见也多数给予回应并且实施 不过这仅仅是表面 朱高续在糊弄朱瞻基 朱瞻基也同样在提防他的这位叔叔 早在朱元璋时期 朱元璋就曾对朱棣说你的二儿子有谋反之心 但是朱棣念守族之情迟迟不肯动手 大儿子朱高赤更是为人仁厚不愿意残杀至亲 以至于朱高续的做法越来越胆大包天 得到皇帝奖赏的朱高续没有见好就收 反而私下招兵买马 妄图想要学朱棣发动静难之意一样 去推翻朱瞻基的统治 他不停地操练兵力 招募人才 抢夺马匹 对这一切早有预料的朱瞻基却没有制止他 一味的纵容换来的是朱高续的肆无忌惮 宣德原念朱高续公然起兵谋反 得知朱高续谋反的朱瞻基还是一言不发 他写了一封劝稿的书信 派出手下的太监侯太送给朱高续 并不领情的朱高续不仅毫不在意 反而大声呵斥后太 积攒了多年的仇恨终于在此时爆发 此后已经撕破脸皮的朱高续形势更是嚣张 他给朝中大臣纷纷写信以静难之意为原因 斥责个大臣的罪状 朱瞻基这时才不得不相信 他的叔叔朱高续真的谋反了 在首府杨荣的提议下朱瞻基愈驾亲政 打算亲自来看看他的亲叔叔朱高续 是如何谋反 在得知朱瞻基亲临安乐后 此时的朱高续心中这才有了一丝惧怕 但是面对朱瞻基 朱高赤 甚至朱棣的多次劝告 都不以为意的朱高续已经来不及悔过了 在朱瞻基率领的大军抵达安乐后 数万大军将城池围的水蟹不通 面对皇帝的亲兵 纵使朱高续有栽大的能耐 也只能束手就擒 面对朱瞻基大军的压迫 还没来得及打 城中就出现骚乱 自知无法胜利的朱高续 只得出城投降 他放下自己的身段 走到朱瞻基的面前 扶手认罪 面对亲叔叔 朱瞻基终究不下去手 于是他下令将朱高续 以及他的妻儿绑回京城 之后 朱高续被朱瞻基贬为树人 关押在逍遥城内 尽管是囚徒的生活 饮食住行上 朱瞻基却不曾亏待他们 由此 足以可见朱瞻基的宅心人后 在朱高续被囚禁的日子里面 被贬数人的朱高续更加的不甘心 不过 手无兵力实权的他 只能乖乖待在城中 一次 朱瞻基想到许久未见他这个亲叔叔 于是亲自前来探望 面对朱瞻基 满腔怒火的朱高续对此视而不见 朱瞻基自知劝不动 他这个脾气将如牛的叔叔 只能斥责几句就作罢 之后更是好生好气的对待 然而谁能想到 就在朱瞻基想要出门离去时 朱高续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情绪 伸出脚将朱瞻基绊倒在地 这无疑是大不敬 自觉失去天子颜面的朱瞻基大怒 再也顾不得手足情分 当即下令让人搬来一口铜钢 将朱高续倒扣在其中 那口铜钢重达三百多斤 永武无双的朱高续 在被制服扣入铜钢后 竟然还能凭借自身的力气 将钢顶起来挪动几分 朱瞻基见状更是生气 他命人取来炭火摆在铜钢周围 点燃的炭火不一会就将铜钢烧得通红 而朱高续也被活活地烧死在其中 在朱高续死后 朱瞻基索性连带他的妻儿 一并处决 一夜之间 朱高续一脉惨遭灭门 那些参与谋反的大臣 也被一并处死或者发配 在击杀朱高续后 他的另外一个叔叔朱高续 眼见形势不对 立马交出兵权 这才躲过一劫 在肃清掉朱高续后 明朝之后再无这样的案例 一连朱砂九位藩王的朱瞻基 也在人们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现在会有这个人